今天要说的是同心杀人案 2004年,一对老夫妻在报纸上刊登了一条广告 他们想把一艘游艇卖掉 售价44万美元 这些年,这对夫妻一直住在这艘游艇上 这是一对非常浪漫的夫妻 丈夫叫做托马斯 是一名退休的狱警 妻子叫做杰奇 托马斯退休后,他们卖了自己的房子 然后买了这艘游艇 夫妻打算驾驶着游艇,环游世界 享受了几年适合远方的生活后 他们的孙子出生了 有了孙子的夫妻俩决定卖掉游艇 在儿子家附近定居下来 结束适合远方,享受天伦之乐 没过多久 夫妻俩等来一个买家 买家要求上游艇试开一下 然而就在他们把游艇开到海上后 这对夫妻从此就人间蒸发了 当游艇再次靠岸后 警方只发现一个空游艇 托马斯夫妇和买家都不见了 警方经过走访调查 终于找到几个目击者 他们曾亲眼看见托马斯夫妇 和几个年轻人登上游艇 在目击者的帮助下 警方很快找到了其中一个 叫做德里昂的买家 经过调查 警方发现德里昂曾经是一名美国童星 童年时期的他经常接拍一些商业广告 还参演了电视剧《恐龙战队》 这部电视剧相信很多八年后都看过 德里昂在里面扮演了一个小男孩 可是原本前途无量的德里昂 却因为经常记不住台词 又不肯努力 最终断送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那个年代拍戏比较严格 如果是现在 记不住台词 直接念一二三四五六七就可以了 只能说是他身不逢时 德里昂的父亲是一名毒贩 所以没法做演员的他 也开始在社会上鬼混 经常跟人打架斗殴 因为好吃懒做 打工又不愿意打工 于是就开始靠抢劫来维持生活 近看守所就跟回家一样 警察认为德里昂涉嫌绑架托马斯夫妇 于是逮捕了德里昂 接着警方又逮捕了两名嫌疑人 分别是德里昂的妻子战利夫 以及帮凶肯尼迪 三人交代 他们确实绑架了托马斯夫妇 更可怕的是 他们把托马斯夫妇扔到海里喂鱼了 其实一开始托马斯的警惕性很高 因为他是一名退休的狱警 多年的警察工作经验 让托马斯对德里昂产生过怀疑 直到德里昂的妻子战利夫出面 才打消了托马斯的疑虑 因为当时战利夫怀有几个月的身孕 挺着大肚子的他 还带着一个两岁的孩子 这才让托马斯相信 他们是一个年轻的家庭 到了验货的那天 战利夫叫来了肯尼迪 肯尼迪是一个黑人蛊惑仔 就这样 五个人登上了游艇 离开港口后不久 德里昂露出真面目 他和肯尼迪将托马斯夫妇绑起来 逼他们说出银行卡密码后 最终将这对刚当上爷爷奶奶的老夫妻 扔到海里喂了鱼 在监狱中等待审判期间 一名认识德里昂的犯人 举报他还涉嫌另外一起谋杀案 早在2003年 德里昂就杀害了一名育友 两人在监狱服刑的时候认识 出狱后 德里昂向育友借了18000美元 可是第二天德里昂为了赖账 直接把育友干掉了 罪上加罪 最终德里昂被判了死刑 在美国不是没有死刑 而是有的州有死刑 有的州没有 而且即使被判了死刑 死刑犯也得排队等待执行 所以有些死刑犯 等到老死的那天也没排上 而德里昂的妻子詹利夫 被判了无期徒刑 黑人蛊惑在肯尼迪 也被判了无期徒刑 一位警察在回忆和德里昂 出自打交道时说 德里昂不愧是同性出身 演技的确很棒 在面对警方审问的时候 他表现很冷静 如果不是后面掌握了证据 可能会拿他毫无办法 而今天的案件就讲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